是,Hello,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今天国际大棋局 我是一个逃跑组的主持,司徒文俊 因为我身体不太舒服 同时在我旁边,今天回来了 有我的老师,台长梁锦祥先生 老师昨天忘了一天,辛苦了 开完会搞了这么久,今天又回来做节目 台长在这里吗? 在这里,各位姐姐姐,大家就听听这些赌场 反正前日我都说了,那个赌牌就开始 现在可以有几间的公司竞投,包括云顶 你也说了,我那天已经说了,牵手不如藏绝 我那天闪路的新闻我也不敢说,特意等你回来说 所以今天第一部分呢,我们就会说说 这个继续延续这个云顶,澳门倒排的事情 第二节呢,也都跟这个相关的 因为大家知道了,今年呢,香港什么都倒了 倒了树,倒了墙,倒了门,倒了电闸,倒了皮膜 总之什么都倒了,什么都倒了,倒了什么都倒了 倒了什么呢?就是这个渣打马拉松,简称渣马 那新加坡呢,二话不说,就是跟着几个月之后就搞了 那这件事呢,就今天呢,就是大把东西说了 那其实跟那个赌场的事情呢,都有些少了 就是突然杀出个云顶出来的,那这件事呢 那今天有些什么,蔡先生先生透露呢? 好,首先呢,讲正题之前呢,首先都要讲一声 那很多谢,其实蔡小姐每一天呢,都在后面帮我们录音的 那另外在我不舒服的时候呢,她也都是主导 是跟台长叫我争取时间休息,她义无反顾呢,帮忙做节目 那在这里呢,再一次多谢大家 那另外呢,那个封面图那些,其实我也做不到的 都是靠他,所以呢,在这里呢,很多谢大家呢 越来越喜欢我们的主持组合 那我想呢,我的声音呢,我想我主力呢,都是今天 讲了这个赌场的部分,就是云顶的部分 跟着呢,之后,后继的部分呢,可能都交给蔡小姐 那辛苦了蔡小姐和台长了 那另外呢,我记得呢,趁我记得呢,因为老师呢 之前都跟我说过,好像下个星期呢 又是有个meeting,又是开会,又是搞日的 那到时呢,如果是呢,大家不要觉得 见怪,因为有时台长,那的而且确 他除了台,那还有其他各方面,譬如做新闻 怎样的朋友,有时远道而来,来找他呢 没理由跟别人说,喂,我做节目,你坐在那等我 那呢,先说一下,那有时有些什么呢,那我们可能 譬如有蔡小姐,不同的主持人 甚至乎,如果我吃了药,我把声音OK的 我就来做吧,台长刚才呢 问到,就是云顶那边呢 那其实呢,现在坊间呢,对外 一些分析师,一些 一些,譬如做这个博菜业,或者 是做这个风险控股的 那其实呢,坊间的消息 好像又不是很看好 譬如云顶在澳门插旗这个交易 但是呢,其实后面呢,我昨天也说了 其实是有多重 不同的意义在里面的 而不是呢,单纯就是说一个 这个呢,担牌啊,或者 那个时势不同了 你不可以拿现在来到去 和黄金十年 那个一个的时代 来到相比的 并不是说呢,你是可以拿到一个 赌牌,跟着你是说明 我是去做一班,比如说 是国内客的生意啦 跟着可以带来一个 极度庞大的利益 甚至乎能够出帝国 也都不可以呢 在和几十年前呢 新歌独大的时候相比的 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多 那么漂亮,那么 grand 的一些的硬件 同时间呢,当时呢 因为很多system,很多人迷上的东西 都不是好像去到后期呢 譬如说,一些underground ranking 那么成熟 所以呢,大家呢,其实呢 是不可以呢,是将一个 譬如说,80年代 的时候 然后,去到 譬如说,后期 这个 国家争斗 各个类别 我们当它家族 各个博企的争斗 再加上,譬如说 黄金时代 以及现在 走向一个 衰败的时代 就是未忘 但是在衰败 你要作比 所以,我们昨天呢 其实在会员 宣区那里呢 我们也说了 但譬如说 我们现在说这些敏感的题目呢 我们会把部分的内容 是放回去 only for 我们的members 譬如是 YouTube 或者譬如 在讲 Patreon 某些级别的members呢 就是会听到我们一些 叫做 重要一点 敏感一点 我们不想将它Public的部分 那在这个Case上面呢 其实我们看回 现在譬如你说 在云顶 我们现在去 他说 我们落标书 去own这个牌 那其实 会不会是对他 我们昨天分析过 他的总坛 他本身的坛 就是说 发源地 是马来西亚 跟着 其实实际 现在的重阵 赚大钱 亚洲的经济中心 未来的希望 关键是新加坡 那会不会对他这两个 是直接有牵连 会不会因为我 用了澳门的牌 跟着 哇代表 可以和当地有什么的交易 或者我的国际形象 会上升一层呢 我只可以说 这个如果就算用了牌 他不是一个 为他带来直接利益上的好处 而是 在亚洲版图上 新加坡 马来西亚 澳门 连成这个 赌业的金三国 其实是他拓展这个 亚洲版图 和我们可以 把它视为一条伏線 叫做说 我们把不同的鸡蛋 放在不同的栏上 如果 比如当国内的情况 有任何的变化 香港再次欣欣向荣 带王为澳门的时候 他已经拥有一条伏線 到时再重铸都未遲 所以 这次头牌这一着 就不可以 好像坊间那样看 是否以为他整个重镇 有没有机会 设置在澳门 成为这个 好像新加坡同等规模的 size的企业 其实现在不行的 因为现在 比如说 澳门 澳门 你再去 一个整体很大型的度假村 甚至乎两个 那一定回不了半 只是灯油火纳 火的人工 以至 他那个税收 暂时都还没跟你说要转弹 如果你仍然是亚洲区 最高的税收比例 但是你没有了最大的那条鱼在那里 根本 你这个生意 能不能够 是的 台长 好明白 那你说得很清楚 但是呢 我都挺奇怪的 就是云顶他一个集团 那他当然算个数先 就是有一个说话 我想很 就是永恒的了 就是 丑生意有人做 虚本生意没有人做 那我们要算个数 云顶他做这件事本身呢 那他会不会 看到现在这个局势 都觉得说还有可为呢 那反正其他人看呢 我认为看得得不可以搞的 但是他投了 OK 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件事 就云顶 其实他那个 运作的模式 所谓的business model 是 其他企业是不同的 国际企业是不同的 那我们又记得 小时候呢 就 哎 沈殿下 盧海鵬那些 各个都去这个 马来西亚登台 可能我记得 就应该是云顶那边 就是搭路的了 好耶 那倒出来说 好耶 是啊 曾几何时呢 就有个节目叫 《欢乐今宵》 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 知不知道这个节目了 那条云顶呢 我记得应该去赞助 那一个segment 其中一个的 是 所以呢 我们当时 我自己没有去云顶玩 但是起码 喂 就算我不知道 我没去过 我都知道有这个地方 那这个 我相信 我们可以推敲一样东西 就是如果真是将来运顶 他 投了个牌 而且我觉得他今次自在必得 如果不是 就是不让人通水 我觉得他不会投的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是的 那但是呢 澳门是否搞开这一番 就是所谓 就是将这个娱乐的事业 和这个博彩的事业 混在一起呢 好像从来澳门的博彩企业 我没有想过你会扯回 欢乐今宵 扯回九十年代初 那个云顶做过的事出来 哇 好惨 其实他们以前在TVB说过广告 我记得 还有一点就是游轮 例星游轮 是 是 啊 好耶 好耶 有台长和没有台长的分别 大家听到 我好想你考不到老师 这次真的考不到 因为呢 我认识一位前辈呢 他是 他是 马来西亚人 那他当时呢 是帮过 汉叔手 叶汉 之后呢 他再在 这个云顶里面呢 是做过高层的 那他呢 在我小时候已经认识我了 他说了很多 一些他当时做过的事 那其实呢 云顶呢 他的思维 就是我们做Gaming这一行呢 其实说的 除了说是一些的设备 一些死固固的东西 譬如说是 赌台上的技术 譬如说是一些IT program 或者说 装河之外呢 其实呢 exactly 就是两条路的 两条路呢 那第一条路 就是 我only for gaming 我只是做赌商关系的东西 譬如 只是建个赌场 做饮做食 然后呢 可能呢 我放了一些 雷雷在那里 你可以享受到 总之是 总之全部只是 for这个赌场 ok 我第二条路呢 就是 我是一个整体 一个brand develop 那我自己呢 如果你说 在这个派系里面呢 就是我们这一行呢 我是属于brand develop 我是支持这个东西的 那所以我认为呢 所有的东西呢 就是关于gaming 就是 其实等于 就要搞了 旅游啦 跟着另外 你就是 要做一个 对一个 这个地区 是有入心的project 云顶呢 他就是做这件事 所以刚才台长看到 譬如 90年代 那当时 他有很多 很熟的艺人 譬如盧凯彭啦 跟着沈殿下啦 跟着呢 是当时呢 是很多时候 会是搞一些 合作cost over的 电视节目 甚至乎 赞助欢 甚至乎 去做一些 旅游集资等等 他就是要 去把这个gaming 和把这个旅游业 跟他要搭配 和呢 是要以一个 是国家级 就是一个景点 这样的类型 来到去sale 而澳门的不同呢 澳门向来呢 他只是 在赌场 博彩业 但是呢 你其他的 譬如一些 Trouperism 的system 就是澳门 去政府 提供的 所以呢 一直以来 譬如你看到的 一些 譬如说 红酒博物馆 譬如你看到 一些的 不同类型的展览 那一班呢 都是其实 由一些 其他第三方 政府 去 管配 来 去 但他不是 directly 在赌场做的 这个 这个system 以前 是ok 也都说黄金十年 这个思维是正確的 其實你做國內的客人 坦白說 難道你跟一個客人說 你來了解澳門的歷史 以前葡萄牙進來 面對的戰爭 他不會的 只會有興趣 去桑拿去了解澳門的歷史 只會有興趣去沙圈去了解人和人的戰爭 他們是不會去看這些東西的 所以如果你這樣說 我去做這個澳門的戰場 當時 尤其是在賭秀最厲害的時候 我只是做什麼呢?是享受 不是一個不需要有文化 不需要有歷史性 一個單方面的享受 所以那個時代 那種方式也對 當六大博企在這裡成立了 六大博企就是走回這一套 所以當時的時候 那個頂承 其實跟這個風氣是沒有分別的 買了漂亮的東西 去吃最好的東西 去吃最好的美女 跟著在最好的賭桌上面 賭最好的牌 就是這樣 但是呢 在現在政府 尤其是現在 面對 這個其實呢 我所說的 整個呢 這個博彩行業 就是我們整個 只是說澳門 澳門這個 Gaming Industry 其實呢 其實呢 實際你要將它 是 類似和一樣的東西 是什麼呢? 就是Trial Policy 你要看中國政府的取代 和政策 這樣就 你看一看 澳門這一邊 其實它需要什麼 所以你看 我們昨天說過 雲頂 我們昨天在會員轉區說過 雲頂是怎樣下去搞這件事 包括它什麼時候 放了什麼人 下去這個北京 去談什麼 談下來那些 你心想 喂我是不是再在賭搜 給多些你啊 我是不是再在這裡 加任何的這些博取元素 其實不是 其實北京要的是第二樣的 北京要的是一些國際的大局 一些叫做在大局上 可以有四 所以它提供了這件事出來 他很明白 而在現在這個case 政府 就是想慢慢 去改革了 去將以往舊有owner那些心態 甚至乎說過往 黃金十年 黃金十年之前 那個心態 大馬仔 賭廳 所有舊派 它是想完全是 放棄它 接著呢 再配合 國家的政策 我要一個形象工程 我要可以上台 我是要 可以同時 和這個 旅遊業 和這個形象工程 來並進 我這個平台 不是只有 大家下台 這個就是國家需要 所以它是看著這件事來打的 裏長 我再用另一個方式去答 那種的看法 如果我們去看澳門賭業 我從來在這個 我們不是用一個賭博 改業的角度 我們從一個地上角度看 在以前 譬如金沙 是 譬如永利 這些 讓他進來 其中一個原因 當然 讓他進來 可以提升過澳門賭業的水平 但是最重要的是 因為他們在美國有這個 討論的力量 特別是A道晨 但是現在不和美國的朋友 那起碼其他國家 如果有這些 利益集團 都要和他打一下關係 那亞西亞其實都是 一個中國要爭取的 在這個東南亞國家裡面 一個其中一個重要的國家來的 這個可能呢 我覺得可以平衡新加坡那邊 我個人看法是這樣的 是 有一件事我不知道 但是我還沒檢查 想問你 雲頂在聖菩薩裡面沒有賭場的嗎 有 有 他們也有 有 其實呢 那邊的賭場 就是雲頂和 是說的是 Sense Group 就是金沙集團 他們去握的 其實呢 這個賭業 在現在這個時刻 大家是 跟我們這個節目的名字 國際大棋局 不再是澳門人民的事 不再你是 新加坡賭場 你就是新加坡裡面的事 你是 馬來西亞賭場 就是馬來西亞裡面的事 將來 當日本 日本的賭場 日本的賭場 泰國的賭場 甚至乎現在 新加坡的越南的項目 都會是國際大棋局 這個是整個 我們亞洲的事 這個戰場呢 不同了 我只要這樣說 大家耀往 就是看到 說聲不好意思 因為我是吃了藥 所以才開到聲 我還是 有時候說話斷了斷了 說聲不好意思 大家原諒我 現在呢 跟以前的戰場不同了 在新加坡我們那輩 統一了澳門 整個澳門都是賀家的 然後呢 將舊友的勢力 縮清了 他拿了澳門的天下 他最多都是 伸出去有限的地方 那裡去作戰 甚至乎 都是為了要一些 其他的利益 他不會說 好像現在這樣 我不會想到去 是一個 就是 現代 這個是現代認真來的 這個是 Band Develop的 終極 就是我設計的點 並不再是普普通通 在當地開一間賭場 做當地的事情 而是我們整體上 是一個國際戰爭 就是你那時候呢 現在呢 雲頂 這個Full 他去打的就是 他解決他的空張牌 其實這件事情 對他來說 這個點呢 就是在他的角度 因為他沒有投資太多下去 他仍然是一個可攻可守 還有呢 就是他叫做 買兩邊 如果你澳門將來 和國家政策 的局面改變了 我就重築 如果不行 我用最穩當的時間來做 因為我昨晚也說了 這次呢 他做的這個牌照的期 十年而已 那如果你說 做到來計 十年時間 我去居住整個居住 我去居住很多人力 然後來為了 去負責 這個短期的十年 的開工 其實呢 不是那麼多的地方 可以做得到 有一個封城的盈餘的 或者這條數呢 其實相對的 是大的 你平時呢 一個是說的 譬如你對比 你壓了幾個地方 鑑布寨 倒排七十九年 譬如你來越南 去居住一張牌 最少很多都是幾十年起 那你會知道 你會計得到 那個回本期 是怎麼拼出來的 所以其實呢 這個 這個十年這個期 第一是他的問題 第二呢 當時呢 覺得沒有人會進來爭 因為如果你 不是跟之前那些 承接下去呢 你中間呢 那個 那個 交接期很長 你會是 你不是 那麼容易去處理到的 除非 extend到 你是已經 處理了 然後政府 承認了 所有事情 由你第一時間 才開始計算 十年 但是呢 現在這個 亞洲 的經濟入面 說的是 中國 澳門 香港 你看不到 你算不到 那個 背後 同樣承擔過 那個 回本期 的所謂 所以呢 這門數 他看不清 但是他也要落必 他落必的原因 是很明顯的 我們做一個分析 明 利 不是利 就是得明 所以 他這個 拉他 在國際層面 第二 相對的一章 如果 假設我是北京 我舊有那些 譬如 我講一講 譬如 SANS 或者 他們是 建永利 那樣 其實他們的 人都不在 譬如說 Edelson 這個美國 賭王 譬如說 Stayvind 其實他們現在不再在 國際層面上 所以現在 這個 究竟在國際層面上 他對美國 或者其他 他的影響有多少 我深信這件事 這個已經明確失望了 所以他現在更加需要的 就是我要加強 我在亞洲那邊的影響力 那接下來這一部分 我會再講一點點 我都覺得 都可以看看 但是 街上沒有這方面的資料 所以呢 我數三聲之後 到時候 麻煩記上聯 好像昨天這樣 剪輯 我們在 會員 我們的會員 Playtron 或者雙營 YouTube那邊 可以聽下去 都是關乎這個 國際報局的 好嗎?台長 好 待會回來啦 好 今天來到這個火之神 阿朗哥和鄧偉 我煮了一道 是不是叫台長的牛扒呢 台長西亞牛扒 我要介紹一下 這個菜式有什麼特別之處 第一件事 單手都可以吃的 單手都可以吃這個 這麼滑的牛扒 追加牛扒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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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質地腐蝦 還有 這道蛋呢 是牛奶 非常非常滑 完全沒有甜品質的 除了這個之外呢 還有麵脂肪 這道菜呢 真的使用非常非常美味 所以大家看 接下來呢 一定要點這道菜 台長西亞牛扒 多謝大家 支持韓國 和支持梁錦晨峰的心 和他的節目 多謝大家 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 司徒文俊頻道